這台是熱點賽林洗衣機 型號是W8844 那這是主電源開關 按一下電就來了 那這個是選擇鍵 第一個洗塵是自動洗塵 第二個洗塵叫時間設定洗塵 第三個洗塵叫做超強洗塵 第四個洗塵叫一般洗塵 第五個洗塵叫做日常洗塵 第六個洗塵叫快洗洗塵 第七個洗塵叫做運動服洗塵 第八個洗塵就是一般化妊衣料洗塵 第九個洗塵是毛衣跟手洗衣物洗塵 第十個洗塵叫做潤絲 第十一個叫排水跟脫水洗塵 第十二個就是排水洗塵 每一個洗塵基本上電腦都會內建 建議的溫度跟脫水轉速 那這個溫度呢是指你可以選擇 這個選擇鍵在這邊 你可以往上修正到你要的溫度 那這個是往下降 那基本上某些洗塵它會限制你溫度不可以太高 那這個等一下再講 這個叫脫水轉速 到最後要做脫水動作的時候 你所選擇的脫水轉速來幫你做控制 那這個時間呢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告訴你用這樣的方式洗 大概會洗多少時間 那如果你沒有去選擇它就是告訴你洗多少時間 如果你按了這個以後 它叫做預約 就是預約幾個小時後 用這個方式幫你洗 最多可以預約到24個小時 24個小時最多到24個小時 這叫預約 每一個電腦每一個洗塵基本上都會給你一個建議溫度 那你調整的時候基本上它就會到你選擇你要的溫度 那但是它這個溫度是指你第一次進水以後它幫你加熱到這個溫度 有溫水再加洗劑 基本上洗得比較乾淨 那某些洗塵溫度會幫你做控制 例如說像毛衣跟手洗物洗塵 基本上它會給你30 你可以調到40 就不可以再上去了 因為溫度越高 基本上那個纖維子會被破壞掉 脫水轉速一樣 那884次可以到1400轉 但是基本上像毛衣跟手洗物 它最高給你600轉 其他就上不去 其他的選擇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可以到最高速到1400轉 所以基本上在溫度跟脫水轉速 是某些洗塵裡面 它會幫你做控制 這個部分你可以參考書名書 再接下來這個叫做7次洗塵 我選擇到日常洗塵好了 基本上每一個選項它都會有基本的進水的次數 一般有的像強力是5次 那有的是4次 也有的是3次 不管你選擇哪一個洗塵 只要7次燈亮以後 它進水的次數通通幫你加到7次 總共就是在洗這個衣服過程當中 總共進出水7次 這個叫7次洗塵劍 那這個叫做水位增高劍 就是比我們預估 進的水再多一些些 水多一點點 那第三個這個叫做防皺劍 這個防皺劍意思是指說 我們在洗的過程當中 洗完水排掉做高速脫水完以後 如果你沒有立即把衣服拿出來 這個防皺劍它在時間上會增加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內 每滾筒大概是每一分鐘動個3秒鐘 動個3秒鐘 也就是防止你的衣服不要最後脫水 脫完以後停在某個點 免衣服皺皺的 所以這個劍叫做防皺劍 這個叫做加強清洗劍 原本的時間可能是一個半小時的話 這個時間按下去大概多30分鐘 就是洗衣服的時間洗久一點 基本上洗久一點 所以它稱作為加強清洗劍 最後這個劍叫做兩個小時浸泡劍 也就是說原本你打開以後 水浸完以後 滾筒動個兩下以後 它就停住 也就是你的衣服浸泡在這個水裡面 浸兩個小時以後再開始動作 那這個叫做兩個小時浸泡劍 所以當你如果選擇選擇好以後 你按一下它就做啟動這個動作 一旦鎖住以後 它就開始做進水的動作 一旦啟動了以後 這些基本上你就沒有辦法再做任何的調整 除非如果你要取消它 記得是旁邊STOP鍵按著它3-5秒 它就會把這個洗唇給清除掉 那接著這個是進水 這個叫粉盒這個部分 這邊叫做預洗槽 這個叫做煮洗槽 這一格是放置所謂的衣物柔軟精 衣物柔軟精就是防止你衣服比較 洗完拖完不會乾扁 比較蓬鬆 那台灣比較有名的 衣物柔軟精洗劑叫熊寶貝 基本上它比較濃稠 我們會建議你基本上放置 衣物柔軟精的時候 你加水用1比1的比例 加水先行放置在這個地方 那煮洗槽跟玉洗槽的差異 只有在強力洗塵 就是在這一個洗塵 第2個 第3個 第3這個強力的時候 它才有做區隔 也就是說第3 在強力洗塵的時候 它是第一次進水在這裡 第2次進水是從這裡 好 才從這裡進水 其他的每一個洗塵 都是在進水第一次以後 3秒鐘到5秒鐘 接著就進水在這邊 所以我們基本上建議客人 你的洗衣精洗衣粉是放在這裡 好放在這裡 那粉盒基本上拉到這邊 就可以再拉開 如果你還要把它拿出來清理 記得這個黃色鍵按著 這個可以抽出來 抽出來清理的時候 這個可以拿去旁邊做洗涤清理 好 這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叫做隔板 洗衣精洗衣粉的隔板 就放置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把它壓下去 一般我們建議客人 洗衣精放在前面 滾筒專用的洗衣精 請放在前面 滾筒專用的洗衣精 滾筒專用洗衣粉放後面 放在這裡 好 當它進水的時候 就會把洗衣精 衝下去裡面 所以隔板是放在這裡 如果您不要用隔板 把隔板拿起來以後 後面這邊有一個孔項 這個請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點 讓它塞入在這個點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個器具叫做開門器 平常是放置在這個地方 這個開門器的功用呢 它是指 如果你遇到滾筒有狀況 我們服務人員沒辦法立即到 衣服困在裡面拿出來 請您先往左邊推 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 伸進去往下壓 這個門就可以打開 您可以先行把衣服先取出來 往左邊推以後 這個 開門器請放往下壓 這個門就可以打開 您就可以先把衣服給取出來 所以這一支 基本上開門器 我們會放置在 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好 洗劑的部分 請客人注意 請用滾筒專用的洗劑 滾筒專用的洗衣粉 或者是滾筒專用的洗衣精 好 如果您放置衣服 會建議您放置在這個圓圈 最高放到八分滿 也就是這個孔箱裡面 放到八分滿 讓衣服吃水以後往下沉 還剩下大概七分六分滿的話 旁邊還有三分四分空間 讓衣服在翻動的時候 有足夠的空間做打到旁邊的洗衣棒 做拍倒抽柔的這樣的一個洗法 那我們洗衣機 基本上還有一個叫做鎖扣清潔 清潔孔在這個地方 請您把這個 一樣 運用這一支開門器的原理 開這個地方 這一個伸進去這裡 往旁邊一撥 這個可以打開 請先拿個盆子或者是抹布 裝在這裡 這個管子 可以拔出來 水就可以放出來 放出來 接著呢 這個逆時針 方向轉 這個鎖扣可以拿出來清 旁邊的 您可以檢查看看 有沒有所謂的異物 只要您的褲子口袋沒有清理到的 丟進去洗的時候 它就會滾滾滾到這邊來 基本上會建議客人一到兩個月 或兩到三個月 你找個時間把它清理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清好了以後 這個放進去 順時針把它鎖起來 這個管子再把它插回去 蓋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洗衣機 再把這個放回去這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滾筒的門 基本上我們稱作設計上是兩段式開門 怎麼樣呢 第一個先把門往裡面推 推完了以後 再稍微壓一下 設計上是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感應器 我們做兩段式的 所謂的開關門方法 把門關起來以後 記得關完以後順便推一下 讓它的這個感應器可以明確的 去點到這邊的開門開關 基本上這樣的使用 您會在使用上比較順利 謝謝